孝庄从索尼口中得知 自己儿子顺志 竟然铁了心要去当和尚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将孝庄都给整蒙了 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叫来孙儿悬夜便问他 你在奉天殿外面 偷偷观察了多久 有没有看到什么 小孩子不该看的呀 孙儿什么都没看见 好嘛 你个小伙子还挺聪明的嘛 孝庄见词也表示认同 啥意思 祖母是想跟我玩 脑筋机转弯吗 但聪明的悬夜 立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不对劲不对劲 祖母怕不是在挖坑吧 欺负我年幼是吧 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于是小滑头悬夜 扭头看向了一旁的娘亲 然而孝庄却觉着 现在他老爹 已经无心当皇上了 得尽快让小悬夜 提前适应这些问题才行 现在的大清江山 和自己这个老太婆 可都得依靠他了 所以逼一逼也不是不行 有您老人家这句话 我悬夜的康熙盛世 就要到来了 这是小悬夜成为 千古一帝康熙的最后时刻 顺志苦口婆心地告诉小悬夜 中间 悬夜呀 这看似风光的龙椅 其实就如烧红的烙铁 一旦坐上去了 你就再也别想下来了 顺志听后感到既惭愧又欣慰 顺志感叹后就想到了正事 立马叫来魏成魔 帮他草拟退位诏书 准备将皇位 传于年仅八岁的儿子悬夜 有喝 你魏成魔什么意思 你怕太后砍你的脑袋 难道你就不怕 朕现在就杀了你吗 小苏玛得指后立马上前 拿过顺志手里的 剃度专用塑料握把剪刀 便开始认认真真的 给顺志剃发 这空闲时间 顺志便给魏成魔口书诏书 但就连学徒都不是的小苏玛 哪有专业的托尼老师那种手法 好嘛 这突如其来的超级加倍 将一旁的小悬夜看傻了 一想到自己有这么不成器的哥哥 伤心的他不由的泪流满面 正当他考虑以后 该怎么称呼顺志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